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千封云计算讲师行爹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AWK的脚本 AWK脚本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格式 格式呢很简单 三部分 Begin,End和我们的Partner 注意在这呢两种格式 第二种格式呢是在我们的脚本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并下的AW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注释 重点还是在这个地方 还是由这三部分组成 其实关于AWK的脚本呢 我们只需要注意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Begin,一个是End Begin呢这里面放的是执行前的语句 End呢是处理完了以后要执行的语句 在这里面的处理的每一行时 都要执行的语句呢在我们的Partner里面 假设啊 假设我们的F1.AWK文件 格式二呢 假设为F2.AWK的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AWK F1.AWK 后面跟上我们的文件名字 然后呢F2.WK 后面再跟上我们的文件名字 中间这些变量 是可以省略掉的 也就是说可选项 可写可不写 我们来看一下AWK的脚本练习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 这个是我们的学生成绩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写呢 大家可以来看这个位置 这是它的原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Begin Begin 然后呢执行前我们定义一些内容 然后并且进行一个格式化打印 打印什么呢 打印名字 Number等等后面一系列的内容 然后呢我们把 在运行当中我们的Mesh等于我们的$3 它等于我们的$4 Compute等于$5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格式化的打印 打印$1$2$3$4$5 和$3加$4加$5 最后我们去ND里面 再加一个格式化的输出 那也就是说我们先会执行Begin里面的内容 在执行我们整个的AWK之前 先去执行这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去执行这里面的参数 最后当这些参数执行完了以后 再去执行我们的ND 最后我们通过AWK执行的时候 会打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的案例一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案例二 案例二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看着一个AWK的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呢 我们有F 然后判断$3是否大于1000 打印$1$3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AWK-F 以Mesh等于F 去指定我们的这个 AWK的脚本文件 那对我们的Password进行操作 这是两种写法 再比如说我们的Cat F2的AWK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第二种写法 放到我们的这个参数当中去 比如说Change Mode F判断$3是否大于的1000 打印我们$3 那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 F2的AWK-F 然后呢 冒号后面ETZ的Password 两种写法 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我们的AWK的脚本案例 那是因为AWK-F 的Cat F1的AWK-F